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韩国烫发和染发都是非常常见的一些行为 所以说我们走在大街上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 不仅是大人连小孩他们都是烫着那个头发的 非常的可爱 因为他们觉得这是重视自己的外在形象的一些表现 一种方式 那请给我烫个头发 这句话用韩语该怎么去表达呢 就是说帮我 烫头发 这句话用韩语该怎么表达呢 我们在之前的课程已经学习了 是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 词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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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诞词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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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三个这样的意思 一个是用 用 是用手 还有什么 表示方向 我要去学校 学校 学校的方向 我去学校 还有什么意思呢 表示转成的结果 就是说 在这里呢就是说 转成什么样的 所以说这里用 那有些朋友 他不知道现在流行什么样子的发型 然后他就会问 这个嘛 最近流行什么风格呢 这样子去问 这句话用韩语 该怎么去表达呢 글쎄요 요즘 어떤 스타일이 유행이에요 글쎄요 요즘 어떤 스타일이 유행이에요 글쎄요 요즘 어떤 스타일이 유행이에요 글쎄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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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这个嘛 在生活当中是很常见的 这个嘛 就是说 给自己一个思考的时间 글쎄요 글쎄요 요즘 뭐하고 있어요 요즘 뭐했어요 就是说 就是说 最近你在忙什么 最近 요즘 어떤 스타일이 유행이에요 스타일 风格的意思 유행 流行是流行的意思 有这么 어떤 스타일的流行也有 就是说最近流行什么样的风格呢 每个理发店他们都有相应的发型的画册 上面有图片 发型他都会有那个图片在里面 然后你会去看 如果你看出了哪一个 你就会跟他说 请按这张照片来给我做头发 是不是 那这句话用韩语该怎么去说呢 이 사진대로 해주세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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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이是这个意思 이거 저거 저거 那个 이거 이 사진 就是这 照片 사진 是照片的意思 이 사진대로 照片是按照的意思 有的时候 举个例子 말씀 照片是画的 画的意思 就是 按您的画去做 我会按您的画去做 或者什么 按您的指示去做 지시대로 하겠습니다 就是说 我会按您的指示去做 就是按依照的意思是照片 이 사진대로 就是按照这个照片 해주세요 帮我去做这个头发 이 사진대로 해주세요 이 사진대로 해주세요 이렇게 하면 돼요 当然有的朋友 他不仅仅是 只想 探个头发 是吧 我也想 染一个 非常帅气的 颜色 我也想 染色 这句话用 韩语 该怎么去表达呢 我也想 染色 这句话用 是 染色 也想 也想 是染色的意思 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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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是什么意思呢 之前的课程 我们已经说了 五十五遍了 就是 也在的意思 我也想染色 想的意思 我想看你 我想你 我想睡觉 睡觉 是动词后面加 是想的意思 我想干什么 就是说我还想染色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当然理发师就会问你 你想要什么样的颜色呢 你想染色的话 你想要什么样的颜色 你希望什么样的人 颜色呢 那这句话用韩语该怎么说呢 어떤 색깔을 원하세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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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어떤 之前说了 是什么样子的 색깔 是颜色的意思 어떤 색깔是什么样的颜色 在这两课上也学习了很多 我们现在的内容是不断的重复 不断的重复 想要是希望 愿望 어떤 색깔을 원하세요 你希望 你愿望是什么样的颜色呢 你希望用什么样的颜色去染发呢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请给我染 跟我皮肤 適合的颜色 这句话用韩语该怎么去表达呢 我皮肤颜色 我皮肤颜色 我的肤色 是适合的意思 合适的意思 这个单词在之前 买衣服的那个课程上 也已经学过了 也已经学过了 是合适 是不合适 是吧 是合适 是颜色 是颜色 合适的颜色 用这个合适的颜色 来帮我做这样的一个头发 但是有些朋友呢 他更喜欢理发师去推荐 是不是 最近请推荐一下 最近有人气的这样的颜色给我 这样子经常会去使用 那这句话用韩语该怎么表达呢 인기 있는 염색 색깔 좀 추천해 주세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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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인기 있다 是有人气 인기 있는 염색 색깔 是有人气的这样的 染头发的颜色 嗯 呃 좀 就是 表示 委婉的表达 추천해 주세요 추천해 주세요 是什么 推荐 请推荐给我 请推荐给我 有人气的这样的一个颜色 是这样子去表达 인기 있는 염색 색깔 좀 추천해 주세요 那大家知道 最近韩国流行什么样的颜色吗 是那种 渐变色 有渐变 一个头发有两种颜色 这样子的渐变的 可以看一下这个照片 它是渐变得非常的好看 在韩国也非常的有人气 那这句话 用韩语该怎么去表达呢 是 最近 就是游行的意思 如果你看了不错是吧 那是吗 那就给我染这个见面色的发型吧 就给我染这个见面色吧 这句话用韩语该怎么表达呢 그래요? 그럼 엄브레헤어로 해주세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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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그래요 그래 是是的意思 在这里是二文句 그래요?是吗 是一种二文 그럼是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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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那样去做吧 그럼 那么 那样的话 그럼 엄브레헤어로 해주세요 这样的话 那就给我染 那个渐变色的头发吧 이렇게 하면 되고요 到这里 我们今天的课就要说结束了 오늘 수업은 여기까지 하겠습니다 시청해주셔서 감사합니다